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法国恐怖片《此色》 该片故事结构完整,思维新颖 全程哥特式拍摄手法虽然比不上哥特天才蒂姆·伯顿 但也算得上漂亮新颖 闲话不多,直接开扯 影片女主角是有着双色瞳孔 在社区做女护士的年轻姑娘 这日是她上班的第一天 一个身材略微魁梧的老护士带她熟悉工作 路上她看到女主双色瞳孔后 老护士打趣地说 也许女主身体内有两个灵魂 在按顺序给诸多瘫痪在家的老年人做好身体检查后 二人来到了位于城市边缘的一处古堡花园中 老护士告诉女主 这里的主人可不好对付 让女主静静地在车里等自己 但是女主还是捏手捏脚地溜进了古堡 来到位于顶楼的主卧室 见女主来了 老护士向女主介绍了瘫痪在床 只能靠输血维持生命的老人 原来老人生前是一位远近闻名的芭蕾舞教师 其门下弟子千万之多 老人原本有一个哑巴女儿 但因为意外去世了 所以如今只能由政府抚养老人 但是相传老人有一笔宝藏 就藏在房子的某一处 可至今无人找到 女主看了看挂在老人颈部的超大钥匙 老护士说 别想了 我早试过了 那把钥匙啥也打不开 下班后 女主找到自己的男朋友 说起了宝藏的传说 女主的男朋友是一个渔夫 辛苦的生活让他冻起了那笔宝藏的歪脑筋 但女主三观正常 痛斥了男朋友后转身回家 一到家就看见自己的爸爸个人包电话粥 电话那边是刚刚逼死自己母亲的小三 私母情重的女主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父亲 于是决定跟男友干一票之后远走高飞 夜深人静 女主男朋友以及男朋友的好机友一起来到了古堡 很快一行人发现 女儿房中竟然有一间暗房 男朋友欣喜若狂摘下老妇人的钥匙就捅 谁知道根本打不开 没办法 好机友直接撞开了门 发现暗房空荡荡 只有一个人体标本 男朋友在标本下发现了一个钥匙孔 将钥匙插入一拧 穿着芭蕾舞裙的人体标本 像八音和娃娃一样旋转起来 这就是老妇人的女儿 这就是老妇人的宝藏 就在一行人泄气之后 房子开启了防盗模式 各种窗子落索 门落索 一行人只能被逼的进入了老妇人房间寻求出路 进入房间后 女主发现老妇人不见了 房子垫闸也被人拉了 大家陷入了黑暗之中 慌不择路的好机友被三个不知是人是鬼的小萝莉 挤刀放血 而女主在搜寻时意外与老妇人相遇 被带入了老妇人的回忆 原来老妇人教育手法极其严厉 这一天因为一个学生表现不好 被她责令出去罚站 就在此刻 被老妇人关起来的女儿 袭击了落单的女孩 原来老妇人跟女儿都不是人类 而是吸血鬼 女儿一生下来就被老妇人关在屋子里 逼她练习芭蕾舞 尽管女儿几次想要逃跑 但因为吸血鬼不能晒太阳 所以根本跑不了 这天老妇人又逼迫自己的女儿练功 渴望自由的女儿极其反感 老妇人一脚上去 直接踹断了她的脊椎 没有办法 老妇人将女儿做成了巴黎舞娃娃 就在女主与老妇人搏斗 希望能出去之时 白天带她熟悉工作的老护士来了 原来老护士也是老妇人的一个学生 当年老妇人踹断女儿脊椎的时候 她就在场 一日为师 终身为母的思想深重的老护士 开始为老妇人猎杀幼童 抽干她们的血 再输入老妇人体内 为她延续生命 在老妇人的指挥下 老护士开始将女主与女儿的灵魂 互换的仪式 醒来的女主失去了双色瞳孔 而终于救回女儿的老妇人 也根本没有上演什么母女团剧的感恩戏码 而是直接命令得到女主身体的女儿 赶紧练舞 这下女儿不干了 直接一刀子干掉了老护士 又跟得到女儿身体的女主 一起将老妇人也杀掉了 但一切归于平静 女主跟女儿相互搀扶来到海边 原来双色瞳孔的人 有两个灵魂的传说是真的 女主的身体中就同时住着自己 与母亲两个人的灵魂 而刚刚传输到女儿身体上的是母亲的灵魂 最后一次尽到母亲的责任后 女主母亲处女主一笑 转身投入大海之中 本片说的是叙述母女情深 但我看到的却是 千万别逼自己孩子太紧 在该玩的年龄就让她去享受自由 到底是高才能的弱之好 还是快乐的平庸人幸福呢 其实人与人都差不多 每天做着差不多的事 犯着差不多的错 大家都是普通人 还是给孩子一些他们该有的快乐吧 毕竟时光匆匆一去 便不复返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